来看到国内知名的轮胎大厂正新轮胎 位在彰化西州的厂房 今天中午冒出了惊人的火烟 浓烟直窜天际 消防员呢 消防局派出了6个分队 一共49人到场抢救 一共救出了4名员工 还好他们都是轻微的 呛伤跟烧烫伤 并没有生命危险 或是在一个小时之后 顺利的扑灭 参与救灾的消防队员 全身都被熏黑 而详细的财损跟起火原因 还要进一步调查 轮胎厂房发生大火 消防队出动人车赶往现场抢救 厂房窜出黑烟 消防队布下水线不断往厂房里灌 透过空拍角度看得更清楚 起火点就在这栋五层楼的探烟厂房 总面积超过1500平 外观更被大火烧得焦黑 三楼四楼的部分已经起火燃烧 立即将这个场内的人员来进行一个疏散 以及做一个火事的一个主角 消防队大队长在现场指挥救灾 全身都被熏黑 第一时间抵达时工厂人员已经拉出水线灭火 火警也造成四名员工呛伤和烧烫伤 索性经过送医没有大碍 在燃烧面积约有200平方公尺左右 里面就是一些机台 还有一些塑胶制品 位在彰化西州的振兴轮胎厂房 26号中午冒出火神浓烟 三公里外国一北斗交流道上都能看到浓烟火光 直算天际 火势在一个小时后顺利扑灭 火警也引起县长王惠美到想关心 更加派空品监测车前往监测空气品质 稳定了稳定了 振兴轮胎是国内第一大全球第九大的轮胎厂 去年销售额高达1150亿新台币 这次起火的西州厂房主要生产轮胎原料 业者事后发布声明营运所缺原物料将由各省资源 对营运影响轻轨 至于详细起火原因还要再调查 接着到爆 赞不倒